哈囉大家好我是鐵帆 好久不見了各位來吧 我們今天來繼續看一下 我們的C鞋鞋鬼DLC的部分 其實我目前為止很像只看完這隻而已 其他都還沒有看 那今天要做什麼呢 我想要來看一下這個遊戲最特別的 就類似於我們的黑哥白哥的飛機 那這個地方的話 飛機總共有三架啦 那我們就來看看這三架 可以變成什麼樣 只不過我這邊還想要把一些東西BAN掉 這樣子的話 我比較有高機率選到三個武器 因為畢竟這邊要選武器 我這邊60個武器已經BAN掉了 但還是有一些武器跑出來 我覺得那個BAN的東西 可以再給他多一點沒關係 總覺得未來還會更新啦 那一開始的話我要選誰好 護甲值 提高移動速度可以提升護甲值 擊敗敵人時可以提高飛行速度 降低冷卻時間 然後的話擊敵敵人可以提高投射 那我應該選他吧 反正我要選這三把武器 然後讓這三把武器都去進化成飛機 然後我選四的原因 是因為我想要拿這個生命掃描儀 那我們就走吧 來看看 那一樣我們就選擇這關 看一下這個飛機會有多麼多麼的可怕 好那一樣我既然選四個武器 但是 每個閒置的武器至少我還有兩個武器嘛對不對 這樣CD的話應該還會給他灌上去 走唄 那我一開始 這該怎麼辦呢 這邊有寶石盒可以選嗎 沒有沒有 這邊有那個禮物盒嗎 看起來應該是沒有啦 好 好那我們就先活下去吧 我要怎麼用這個武器的情況下給他活下去 這武器挺爛的你知道嗎 好那這邊的話目前應該都不是這個是雷射這個是聖槍這個是導彈 那我們就先用蟲骰一下 還不錯 直接給我生命掃描儀 啊忘記說我們先來看一下我們需要什麼東西 我們需要的是投射物跟那個CD書然後一個是不用的 所以要投射物跟CD書那這基本都會去拿 啊一樣我們先來拿這個武器強化 那這邊的這個我們晚點再來拿 我們先把所有的武器強化都先給他拿一拿 那這一次的話我雖然有突破 但是我今天拿那麼多武器突破可能就會有一些危險 好那應該短型槍炮 好先給他上去 這個傷害50幾滴還蠻痛的 稍微一個無敵 可是這個無敵好像沒有什麼用瞬間就消失了 那這裡喔穿透一個敵人 這個護腕 好啦我先把該選的選一選 我先把該選的選一選 因為我要先選六個東西之後才去吃那個 球廚 我一直不知道有沒有唸錯他的名字 反正我就唸這樣 直到有人 定證我位置 好 我們去這裡去吃那個東西 那下面這把武器我們就不去吃他了 而且這個角色他只會前後 他只會往你前方射而已 你往上往下都沒有辦法 金屬利爪這個不用 最大生命值不用 那我們把金屬利爪不用它BAN掉 弄閃一下就好 很好 生命念力法球 有點糟糕 我要先看一下那個武器的形狀到底長什麼樣子 我們要拿是一般的這個然後再這個藍色黑色的這個好記得一下 最痛苦的是怕選錯 第一次又拿到生命掃描儀我覺得還不錯 然後下面 我們的血量還有一些些 雖然我覺得挺危險的 寧靜少女不用生命掃描儀再給我一點 先吃 那接著去吃下一個生命掃描儀 這個卡片 這個東西打得到打得到 就一點點 這個東西好像也會稍微加一點我能力 不是那個是我基礎的角色的能力 我和CD有一點小虧 有了有了有了 擴散射擊 應該就是他吧 走 有一點 不是很熟悉你知道嗎 好有拿到了接下來剩下純白色的這把 不要拿到這把 每一把都是槍 老實說 挺硬派的 好有武器了有武器了我現在有兩把槍了 下面 我的血量好像也快沒了 CD有點上去 不對就是剛剛吃到那個紅色的原因 投射物兩個冷卻週期說 先給我這個一下 然後我還要吃到那個黃色的那個才可以 哇我提早先吃耶 我開錯了 不過沒關係 好一樣我們空白之術先給他選起來 總覺得挺危險的 我只是給自己找個藉口 呵呵呵 欸這裡還有 走吧走吧 8分鐘 破散射擊 火焰噴射技先不用 火焰噴射技 對那個也聽說看起來很爽 下面走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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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點小微 先來 再升級一下 然後如果要的話這個速度等下再吃 我們先去 欸沒了 欸這麼少 5G強化才4個而已喔 真的假的 那我要在這裡活下去 123然後空白之術有了 我們先拿個王冠 好像有一點不妙 有一點不妙的感覺 而且我的黃色小人還沒有出來 魔盒 擴散射擊 這個爆炸很爽 這邊要10分鐘才能進化 所以我這邊應該是沒問題 這一關是沒問題的 然後傷害好像已經有點快撐不住了 我其實已經先選生命掃描儀了 有護甲欸 先不用 先讓我CD高一點 我明明有比較多的武器 可是要選到才有用啊 沒有選到有點糟糕 長形槍炮 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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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有了都有了 全部都來了全部都來了 小微小微 至少我現在可以往上射擊了 冷卻時間縮短 這傷害超級不妙的真的 有夠不妙我現在有4個 4個輔助裝備 還不及 我剩下那個豬 黃色小人要選 那最後的話 先幫我升級一下 能拚一點拚一點試一點 我怕我等一下又選錯 菠菜 等一下再選 冷卻時間 同學 再不來我就要沒囉 不是啊來了 人家也沒什麼用啊 我只是頂多有機會去選其他東西而已 生命掃描儀 念力法球 生命掃描儀 那我等一下選什麼卡片呢 應該就是四季卡 十一分鐘的時候啦 我現在一張卡嘛對不對 等一下應該會有三張卡 對吧 我怎麼記得我這樣做好像只有兩 欸是只有兩張卡嗎 不可能不可能 十一分鐘一張啦 對 穿透一個敵人 好 穿透很重要 好啦先吃 再不吃人就要沒了 生命掃描儀 血量還夠 可不可以 趕快 給我 經驗值 不會卡在這裡吧 大不了我等一下選不選完了 還沒有我就用ban了 可是用ban的方 喔有了有了有了 用ban的方式最怕就是 ban到最後都沒有 然後我這邊還有一堆東西要選 這樣的話也會變得非常非常的尷尬 好了好了 穩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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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等我一下 我們再選一個東西 我們再吃這些東西 再吃這個翅膀 喔他選的東西好多喔 真的是要吃一大堆一頭阿苦 吃完翅膀跑回去那個 後面的那個櫥櫃一下 之後就可以隨便拿了 好 我們這邊就選 竹台吧 不知道選什麼就選這個 然後翅膀 來走走走走 回去回去回去 現在好像有點可悲 21 22 降低20毫秒 我不難想像 這個武器我到時候要單用這個武器要怎麼活下去 你跟我說 我現在已經用三個武器了 初期的話武器越多當然越香 5分鐘 有沒有辦法先把這隻網注意掉 好目前為止應該是沒有辦法 有這個還不錯 我現在CD因為這個東西 82 5分鐘的情況還不會進化 而且我也還沒得進化 我沒記錯的話這三隻都是飛機 空白之書 不急不急 如果可以的話我還是蠻想要生命掃描先上去 先進化 不過也沒得選 我就先全部生吧 我不想要去 如果真的要的話也是可以 但是好累 要一開始一直去看那個等級 然後又不能給他生滿 然後撐到10分鐘 那邊還有這個可以拿對不對 我盡量就不拿骷髏 骷髏我已經沒有意義了嘛對不對 那就 菠菜吧 傷害 應該OK吧 可是卡片 不然選數字 選速度 選範圍 速度跟範圍只能選一個 目前看來 感覺速度好像也不是說不行 CD先給我 然後我們這邊選完了差不多該回去了 下面那個武器我也攔在去拿 有點難過 有點難受 6分鐘才達5000隻 這個姿數有點可悲 生命掃描儀 好 快滿了快滿了 可是我的武器本身很像 已經也滿足條件了 滿滿足條件了 喔又是這個 超級上位置了 不是很喜歡這個技能 恩來幫我冰一下 我剛是 等一下等一下 狀態快 有有有有 綱爾領 三色有幾 他們有一個烤雞 不用了 血量已經滿了 這個武器目前看起來真的是有點爛 全部都挺爛 三個武器都算爛的 怎麼會這樣 而且等一下進化好像也只是讓他變成大隻的而已嘛 對不對 豬台 先去吃先去吃 這位要吃什麼呢 也想不到要吃什麼 我們的CD好像也拉滿 剩下要靠的就只能靠那個生命掃描也 生命掃描也真的是必備 沒有生命掃描也 那個這一套的話傷害根本玩不起來 好 那我要什麼呢 好像也都差不多 那就你吧 最後一等不要選就好了 不然詛咒真的太高 菠菜 好投射 我希望等一下寶箱可以來快一點就對了 這個吃應該不會怎麼樣 我要升級的東西還挺多的 按照這個情況 好 我應該可以去吃戒指 喔 有CD108 等一下的樣子應該就長這樣 豬台 別急 痛一下 好 走 然後 左下 這邊有卡片 該吃了 該吃了 先去吃卡片好了 忍不住 來 走吧走吧 翅膀 菠菜 菠菜 好 那個 武器升級 迎戒指 磨合 恩 黃冠 然後是 慢慢看喔 看有沒有什麼比較特別 目前看來這個爆炸不用 反彈不用 回復不用 吸收不用 爆擊 如果有傷害的話通常都會選 但不知道為什麼這個卡片好像已經好久沒有需要他的東西了 然後冰凍的話也不需要 然後這個是 凍結爆炸不用 金錢狂熱不用 移動 移動增加CD 縮減CD不用 這個是速度 這個是 食慾時間 先當作沒看到 然後呢 喔有欸 爆炸 有啦有啦有啦 投身武器中碰撞時會爆炸 光源雨一發爆炸 當角色碰到傷害時也會爆炸 這邊的話是不是三個飛機都會爆炸 先看一下其他的 這個是沒有影子 影子應該沒有影子的飛機了吧 如果有的話就更high了 那這邊沒有 好啦 那我們就選爆炸吧 爆炸的話有他有他有他 可可可可可可可 好取得 那最後的話我們選那個 四季卡 這樣就好 因為想說選範圍好像也沒什麼意思 哇 有爆炸就不一樣了 原來爆炸的特效這麼適合這個遊戲 這麼適合這個角色 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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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點不同了 突然覺得有內衛了 我先去把那個該吃的都吃一吃 詛咒的我就好啦 全吃啦全吃啦 這邊就不管 這個是來詛咒攜帶著 來隨便隨便 我們現在這個傷害應該夠了吧 79 還有點慢 9分鐘 這應該還不能進 欸有欸 還是他8分鐘就可以進化 不是很懂 反正可以進化就好了 我們就是多了一些些的能力 這個小心這個碰到還是很痛的 只是這邊的復活次數挺多的啦 蠻舒服的 欸這個吃但是不吃 然後下面吃經界值 經界在哪裡 前面 他那個王出來的時候也都沒有任何特效 直接就產線出來 還是蠻可怕的 10分鐘了10分鐘了 該要有進化了該要進化了 全部都來吧 到時候我們再一架一架玩 喔這個傷害 以單純 傷害而言 這個蛇炮好像有點兇喔 等一下 唉唷你看 這很討厭欸 突然出現 其實我過來下來的第一個瞬間 就可以看到這個箭頭 完全都沒注意到他 每次都忘記 再多打幾次應該就記得 好啦 那我們雖然說這個武器挺爛的 但是前面的這一發射擊 再配上爆炸 喔那個係數 那個次數好像也挺高的 直接四隻就除敵掉了 現在是10分14秒 40秒 菠菜等等 別急 王冠 11分 應該會有卡片吧 我這關還不是很熟悉 長行槍炮 有了有了有了 對啦對啦 三張卡片了 那就四季卡了 這沒什麼好說了 這個是 可以反彈欸 可是反彈的武器通常都挺爛的 我寧願要穿透 先不要好了 之後再說 每次都被反彈給坑到 這個不用 來四季卡 好就你了 除非他有機會bug 給我出現第四張卡 不然的話就算了 當作沒看到 速度 現在是經驗值嗎 給他吃一下 現在46等 燭台 範圍再大一點 我記得這個爆炸好像也會被影響到嗎 夾速 這畫面還挺爽 到時候飛機都出來的話 可是這個飛機應該是截圖不到 我應該會自己截圖 然後 就如大家現在看到的封面一樣 我應該是自己截圖 然後把飛機擺在旁邊 不然實在是太小了 而且畫面真的亂到一個可以 只是現在還沒有lag 長行槍炮 好現在要的就是我的CD可以 那個寶箱趕快出 不然的話我的傷害沒有到很強 反正應該都是最後幾分鐘在充等級 前面都還是在弄 竹台 加速 反正我們現在怪物也沒有辦法 全部都清 十二分鐘才兩萬隻怪而已 菠菜 傷害在大 念力法球 欸詛咒 對我都忘記我吃司機卡了 想說這個清怪速度不是很想 喔對阿我清怪速度 按照這個清怪速度我應該還是要動 對我應該還是要動 除非我能夠全場清不然的話 感覺效益不高 磨合 磨合 念力 念力 磨合 其實隨便選 我也沒有很刻意說要選什麼 只要注意磨合不要選到第九等就好了 九等加的有點太多 反而會降低我的打怪速度 除非他打怪速度又會增加經驗值的部分 不然的話好像是沒有那個必要 兩萬多隻 有一點不妙 好 我們等一下二十九分的最後一刻 我們就走進去吧 上次很像試過 在外面待到最後一刻死 反正一樣是死神 也沒有什麼特別的 我們就去看一下多快可以把那隻給打死 其實硬要講的話 我們就可以用這個方式去測秒傷 只要他的血量是一樣的話 這個先消掉 九等不用 有了有了有了 又來了又來了 哇 哇 這個是解放版的 反正是大顆的那個 很亂很亂很亂 等於是多了兩把武器了 三倍攻擊 三倍傷害 只是不知道說等一下的強化 他會不會也跟著給他強化上去 如果會的話那就很香了 範圍範圍 還有沒有沒有 沒有寶箱 然後範圍 很糟糕的 不玩 而且到後面有生命掃瞄魚之後 就沒有 可以選那些 所有的輔助裝備 反正一切都交給生命掃瞄魚就對了 不用想太多 生命值回復 然後我等劫快到了 我覺得我要稍微的 停一下下 不能這樣一直跑 不然等一下要讓 其實也不會浪費等 反正我等一下首選就好 除非他給我那麼衰 就是那幾個還沒有X5的東西給我去突破他 先回血 最後再去補血 最後再去補詛咒 這麼早補詛咒 不是很好 十分鐘 十五十四分 還沒有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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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唷 詛咒有上去了 詛咒上了 詛咒上了 9 經界 我也要上詛咒了 快阿 15分了 我們的少妙藝 還沒有上去 現在才86等欸 三萬隻 超級不妙的 15分 15分的王咧 還不是很熟 哪一隻阿 喔這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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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階 就你啦 有了有了 先給我這個 其他東西還好 這個比較重要 7 8 可是這個武器 感覺 不可能打到全畫面欸 這感覺怎麼樣 永永遠遠都這個樣子而已 雖然說這飛機看起來有點可愛 9等 可是我永遠都只能朝一個方向打 除非我這個範圍爆炸 從左邊的畫面可以爆到右邊的畫面 不然的話這永遠沒有用欸 真的 我看不出來他可以哪裡打到全範圍的感覺 完全沒有 詛咒 左箭頭 趕快再一個寶箱就好了 再一個寶箱就完美了 4 5 5 6 再三等再三等 看的數字雖然說很多啊 但整個吸血鬼都還沒有lag 完全沒有lag的感覺 就代表說這個傷害不怎麼樣 完全是用lag來看這個遊戲的傷害到底高不高的 而且我還有開數字喔 詛咒 青驗值9等 好有了 可以開始升了 只差一個武器了 其實最後哪個武器啊 欸 範圍多大 穿刺敵人增加 其實我也不知道哪個子彈是哪個子彈 應該只剩下那個單純的那個 掃射那個還沒升級而已 其他應該都升級 效果範圍擴大 好啦我們先 久違的首選一下突破 真的是久違了 我們CD現在是-121 這個跟隔壁我們Renondice一樣 他的CD都是有一個上限的 非常非常的可惜 好有了有了有了 最後一隻最後一隻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那就給他全開吧 不用首選了 好我們最後一架飛機打下去 我已經看不出來 他都一直在爆炸 他就是一直在爆炸一直在爆炸一直在爆炸 好那這邊應該沒有關係了 那我們就全部吧 全部隨機 他不是飛機在爆炸嗎 我有看到一個藍色的炮彈 一個紅色的炮彈 黃色的炮彈 啊我後面有三台飛機啊 我真的看不到 第三個是 反正都是爆炸就對了 他配合火焰這張卡 看起來真的是唯一一個烏尾盒的東西 而且還是說火焰這個能力其實就不錯 因為他不會把別人彈到太遠 不會把別人彈到太遠 那感覺就很爽 不然擊退真的是一個非常不舒服的東西 好吧那我就只能這樣方形移動了 現在是17分 然後經驗值 試一下 超級不妙啊 有夠不妙的 四萬多隻 阿赫 雖然說我們打過去怪物會消失一整片 但是齁 他沒有全範圍消滅的這個特性 沒有這個特性 就沒有用啦 十八分 十八分 唉唷 剛剛那個冷卻時間是怎樣 應該是滿了的意思啦 我們應該是滿了 現在來的都是一群小王 如果刻意的不要走太遠 因為那經驗值留著 給經驗值加倍的時候吃 五萬多隻可以 去阿三架飛機 有沒有用途阿 來 求你了求你了 剩一波阿 唉唷 這個經驗值怎麼突然那麼多 欸他怎麼 欸 欸 怎麼這麼早就掉紅色經驗值 欸欸欸欸 好不要急不要急不要急 超早的欸 這個時間點就掉 好繼續打 五萬多隻 怎麼還是五萬多隻 你怎麼還在五萬 這是詛咒嘛 好經驗值 喔20分的BOSS 喔BOSS有點飛 好別動 玩這類型遊戲時間還過得挺快的 20分 20分40 喔經驗值好快 六萬多隻 有沒有機會有沒有機會 欸 188等 好來不能說低 而且才20分鐘而已 為什麼 知數殺的不多 但等級好像沒有到很低 詛咒 欸這沒有詛咒欸 純粹就只是怪物移動的速度很快 我可以都不動嗎 欸其實我都不動好像比較快 沒有剛剛是詛咒的關係 好經驗值先吃 反正先吃一波就對了 只是現在有冰 有冰的話我還是要動一下 對啊我都不動 他的速度好像不慢 至少我可以打完一邊 雖然說另外一邊的怪打不到 但好像也有暴擊 怪物只要碰到那個飛機 然後飛機就往前射 他就會剛好炸掉 炸掉就有傷害 然後我的範圍又挺大的 你可以看到那個爆炸 一口氣都是一坨 欸好像還不錯嘛 好像還不錯 好經驗值升一波 停 197的 超級的不妙 真的是不妙到一個爆炸 這怪物移動的超慢 雖然說是挺華麗的沒錯 我知道了 只能讓他再更華麗一點了 我們把傷害值拿掉 這樣看起來比較壯觀 不要看那個傷害就好 看畫面的話挺華麗的 挺炫炮的 不知道為什麼感覺比較像洛克人 你知道嗎 好經驗值 就是如果按照這個風格的話 說洛克人 感覺那個仙劍豆子版好像也可以放進去 然後把那個所有的素材拿過來用 什麼萬劍爵嘛對不對 然後趙靈兒的什麼火 五雷轟頂 五神 然後林月如乾坤一職 然後噴錢 好像都可以 你知道嗎 很像還沒有一個武器是跟錢有關的 欸對對對 目前為止還沒有 這遊戲感覺應該快 還有跟殺怪術有關的 好像也沒有 呵呵呵 感覺他還有很多地方可以去調整 欸還有很多 還有很多 現在是23分 我們才差4萬隻怪 7萬隻怪而已 來 經驗值 206等 極度的不妙 然後 我也不知道到底是要動還是不動了 你看我後面有一坨 真的好浪費 然後有一隻黃色的塞在裡面 那應該是小王吧 你這個小王吧 7萬9千隻 欸那隻小王跑去上面了 他是被彈開了 所以其實這個彈還是很大 只是因為怪物很多的關係 全部被擠壓在這裡 然後又是經驗值 210等 Are you sure? 認真的嗎? 8萬多隻 好像有變快 好像有變快 還是說其實我應該要往上 這樣的話我子彈的面積會更大 因為感覺以爆炸的方式而已 完全不知道 來酷喔 來酷喔 經驗值 222的 有一點爽 但也僅值於爽 等級很不爽 然後來了一隻 我們先去弄他 怪物 有了有了 在這裡 完全看不到 你看這個爆炸 跟我的這個爆炸 完全就混在一起了 你知道嗎? 對啊 感覺那一隻也要能操作才對啊 你知道嗎? 呵呵 那一隻boss也要來操作一下 好啦我們等一下還是衝進去看一下吧 在29分的時候 趁這個時候我先回去一下 我先過 我去到那個門口 他完全不會lag 真的是沒帶lag的 25分 我們先到門口集合 這個是在這裡 好不急 這個時候上面不會有怪物 我來這裡 這樣上面才會有怪物下來 我們來隔壁的停車場就好 這個遊戲還在空創的場地才比較行 喔這怎麼啊 那麼硬啊 4242 幸運 其實我打上打下就可以 喔這個爆炸越來越誇張喔 所以其實魂斗螺 魂斗螺 他也算是一種魂系 所以真正的 其實講魂系 應該講的是魂斗螺 對不對 不是宮崎英高的黑暗靈魂 沒有我只是亂講 我只是隨便講講 如果一早期的話 我是沒玩過 那時候小朋友小時候隨便玩 也不知道他是 噁心在他的難度 長大又照我玩 喔那個畫面老實說 也真的是沒有辦法再看下去 243等 26分 好準備要27分了 龍 那邊有個寶箱 9萬6千多隻 還不錯啊 還有破萬 還有破10萬 我沒有辦法想像到時候單武器這個要怎麼拿 可是也有可能是因為他全部都均衡的關係啊 你看43等 51等 42等 如果到時候單一武器200等的話 說不定感覺又不同 對嗎 這是20 248等 就這樣 已經20幾分鐘了 還是沒有出 這來了一堆龍啊 可是這堆龍能幹嘛呢 哇他死掉還有特效 140秒的時間 這邊看倒數就好 好像不用刻意去看我上面的幾秒鐘 我們就練到最後一刻 我們的CD現在來到-173 3 而已 沒有用他沒有辦法再高 再高已經沒意 經驗值 喔 現在是28分後 有紅色經驗值了 好不管了不管了直接吃了 可是這個真的是頗慢喔 真的是頗慢 我們的經驗值是307% 詛咒是240% 240%就已經扛不住了 現在幾分 有點量 28分36秒 還久還久 還久還久還久 300等300等300等 喔 玩每次這個遊戲就是等最後 最後3分鐘 呵呵呵呵 那個還有1分鐘66秒 我們最後10秒鐘衝進去 最後這幾秒鐘蠻緊張的不知道 50 我應該這個經驗值就好了 這個經驗值我差不多可以進去了 對 應該差不多 因為也輪不到下一個經驗值了 等級的升不多了 最後是來到了18萬 欸10萬8千隻 幾分鐘34秒 吃完這個吃完這個 好好好好好 我們在門口了吧 有升級升一波 25秒 忍到最後一刻 最後20 10 14 13 12 11 10 9 有有有有 往前就對了 往前就對了 喔還要踩到那個才算 所以我一開始在裡面也沒有用就對了 好啦一樣我們來打Boss吧 看看這個Boss 我應該站著不動就好了 雖然說爛歸爛啦 但還是蠻兇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等一下等一下 我想看一下他的血量 哈哈哈哈哈哈 Boss覺得可憐 而且我要往上按才可以 不往上按的話他會直接往前打 哎呦其實按著一下就好 哇他其實血量好多喔 真的是好多 結束了 這算是一個隱藏Boss 如果他還有什麼隱藏條件就好了 好啦 我們最後是111778隻 這武器有點糟糕 可能是因為四個武器的關係啦 也只能這樣抬 只能等期待之後 能選什麼東西給他上去 大概應該還是選範圍吧 因為你看選爆炸雖然香歸香 但好像有點糟糕 然後我右邊這一隻好像有點大尊 哈哈 這畫面挺噁心的不知道為什麼 畫面好多元素 有魂斗螺 又有那個 突然忘記叫什麼名字 像一款DLC 哇 這邊完全不給活路 有看一下 我們最終的生命值 1195 護甲加9 移動速度292 然後冷卻了194 欸他把我的武器全部拿掉了 我完全看不到我的武器了 對吧 沒有用了 什麼意義都沒了 這邊復活也沒有意義了 那我們就結束吧 除非他有什麼特殊的東西 好 最終最終的話 是哪一個武器比較痛呢 是我們的圓形C 圓形C是什麼東西 圓形C 去看一下 圓 挺糟糕的 圓形C 是 擴散射擊 擴散射擊 啊就你啦 就是那個 橘色的那一把吧 就是範圍很大 就這一把 就這一把 好啦以上就是 三隻飛機的感覺啦 欸其實完全看不出來 三隻飛機你知道嗎 而且硬要講話 還是三個飛機躲在一坨 欸然後速度又很快 欸然後其實根本看不到 好啦不知道大家有什麼想法了 如果有什麼想法的話 可以在下面留言 如果還可以的話 能不能給這邊個讚 我是Pierre不安 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了 321 拜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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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